这是我见过最离谱的侦探 他的破案率高达百分之百 但犯人的逮捕率却为零 因为他身上有着一个极为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每当破案后他便会情绪失控 然后在无主观意识的状态下把犯人逼上绝路 也正是因为如此警局严禁他参与办案 于是男主便成为了一个家里蹲的阿宅 直到脑子不太好的刑警嘟嘟丸前来找他帮忙 只因这所城市最近发生了一起连环命案 警局出动了全员也没能找到丝毫线索 正义的嘟嘟丸当然也迫切地想要抓到凶手 但他鲁莽的性格却遭到了全体同僚的嫌弃 为了不被菜鸟拖后腿 客长还干脆把嘟嘟丸直接从刑侦组开除 在别人忙着调查的时候嘟嘟丸只能养天发呆 这副便秘的表情让资深警员局叔也感到了压力 于是便给他介绍了一个传说级的神探 此人正是局叔儿子的同学压奶 嘟嘟丸拿着照片就立马找上了门 然而就在开门的瞬间他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眼前这个废柴显然不是照片中的热血青年 不仅发型潦草 眼神还跟死鱼一样呆滞 然而更奇怪的是 他家居然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为了方便随时躺平 男主还在地板上铺满了软电 并且他家既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 更没有手机和电脑 完全隔绝了所有来自外部的消息 不仅如此 男主为了不见任何人还过着隐居的生活 他这么做的理由也很奇葩 因为他只要听到任何跟案件有关的事 就无法抑制想要破案的欲望 虽然解密和破案被他视为活着的全部意义 但他却有个致命的毛病 这个毛病就连话陀在世也不可能治好 因此他才无法继续当侦探 为此男主痛苦的都快疯了 他让嘟嘟丸赶紧闭嘴滚蛋 嘟嘟丸也是无了个大语 这个没教养又无同理心的人怎么可能是神探 如此看来他是真的有病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时 对方说出的一句话又让嘟嘟丸惊掉了下巴 原来男主从嘟嘟丸肩膀上粘到的松树花粉 推断出他来此之前去过若菜神社 而他口袋里的零钱和罐装咖啡正是佐证 嘟嘟丸文言后大吃一惊 他的确是为了换硬币投箱油钱 才去自动贩卖机买了咖啡 不仅如此 男主还从他口无遮拦的性格中推断出 嘟嘟丸是由爷爷奶奶带大被宠坏了的小孩 像他这样的人通常在职场中混得很差 因此才会来求自己帮忙 尽管嘟嘟丸死鸭子嘴硬不肯承认 但他心里清楚 男主的确就是那个牛逼的神探没错 可接下来男主却不肯听他讲述案情 甚至还用耳塞堵住了耳朵 就在这时警局打来了电话 说已经出现了第六名受害人 现场刚好在嘟嘟丸附近 让他立马赶过去 男主也猝不及防地听到了电话的内容 于是嘟嘟丸便请男主跟他一起过去 在嘟嘟丸的心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为了阻止连环命案的再次发生 嘟嘟丸希望男主能贡献出他的天赋和才华 并承诺自己会在旁边完美地志愿他 其实男主此时已经无法克制破案的欲望 于是很快就答应了 但他有个条件 那就是嘟嘟丸的视线绝对不能离开自己 很快两人就火速跑到了现场 嘟嘟丸没想到男主这个废柴体能居然比自己还好 原来这几年宅家的时光非常无聊 男主索性把房间改造成了健身房 并且每天都坚持锻炼四小时 这次的受害者是个投资人 身上还带着一张日期为昨天的宴会邀请函 但通过调查警员确定他昨晚并没到场 然而还没等警员说完 男主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竟禁止躺到了受害者旁边 还自顾自跟事者开始对话 死人当然是不会说话的 但他嘴角泛起的白色泡沫显示他有溺死的可能 身上的名牌西装也说明他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手腕上的晒痕还能推断出他的手表被人拿走了 同时死者身上也没发现钱包 因此他被害的原因就是劫财 男主的推理瞬间就惊掉了嘟嘟丸和警员的下巴 他说的没错 在过去的九个月里 已经有六人在不同的时间被同样的手法谋害 他们的身上都没有发现外伤 体内也没有检测出任何药物或酒精的成分 而值钱的东西却都被全数拿走 虽然受害者都表现出溺水的状态 但案发现场却没有发现水的存在 并且通过调查 这六个人唯一的共通点只有性别都为男性 他们的轨迹也毫无相互关联的地方 男主建议将他们的行动范围重叠起来 嘟嘟丸却说这片区域并不存在能淹死人的水域 更何况受害者都是能体格受壮的男子 凶手如何才能做到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将他们溺死 结果话音刚落男主就说他找到了答案 要知道这可是警方调查了九个月的案件 男主仅用两分半就能将其解密 嘟嘟丸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接下来的程序当然是将犯人逮捕归案 但在此之前 男主让嘟嘟丸带上钱先跟他去一个地方 虽然对方轻浮的样子让嘟嘟丸直觉不妙 但为了能早日破案也只能跟着去了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男主居然买了一堆重口味的名牌衣服 还命令嘟嘟丸立马穿上 而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接下来将由嘟嘟丸假扮有钱老打入敌人内部 装扮好之后男主随意挑了间理发店 他让嘟嘟丸独自进去做个洗剪吹 而自己则躺在马路边喝饮料 喂茶案熬了两天的嘟嘟丸很快就睡着了 不管老板跟他说什么都毫无反应 而老板此时却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原来老板正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此刻他正神情淡定地往洗头池里放水 眼看沉睡中的嘟嘟丸很快会被溺亡 就在这危机关头男主走了进来 与此同时嘟嘟丸也醒了过来 原来在进入理发店之前 男主交代嘟嘟丸在洗头时必须憋气一分钟 幸好他没有真的睡着 否则就成了第七位受害者 原来男主早已识破了真相 死者遇害时全然没有反抗 以及即便是他们都因溺水而亡 全身衣物却没有被打尸过的痕迹 以上种种让男主把目标瞄准了受害者都来过的理发店 而老板杀人的手法可谓相当高明 他在洗头池中装满了含氧量只有10%的空气 人只要吸上一口就会立刻昏迷 而利用干冰胶热水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就能快速制造出这种缺氧空气 嘟嘟丸听完后恍然大悟 但他又好奇男主是如何锁定案发现场就是理发店的呢 原来男主发现被害者都是头发略长的男性 有几位的发根还露出了明显没染过的白发 通常来讲 人们在参加聚会前一定会去理发店打理一下头发 因此能轻易利用缺氧空气作案的地方 唯有让客人趴着洗头的理发店嫌疑最大 凶手为了掩盖罪行必定会选择第一次到店的客人 因此男主又锁定了无需预约的理发店 接着又筛选出从外部无法看清里面的店铺 缩小范围之后再找出能究竟取得干冰的地方 而这家店的隔壁正是每天要使用大量干冰的余电 至于老板是如何得知客人有没有跟别人透露来理发店的信息 那就更简单了 通常美发行业的人都很会聊天 老板只要跟客人聊上几句就能套出他想知道的所有信息 所以男主才将计就计投其所好 让嘟嘟丸假扮成炒股票发财的富豪 对于这种第一次把自己送上门的水域 老板从来不会放过谋财害命的机会 刚才男主已经把老板的犯罪过程用嘟嘟丸的手机录了下来 眼看事情已经败露老板只好落荒而逃 然而屋顶的门却早已被男主提前给锁上了 嘟嘟丸质问老板为什么要这么做 老板说他只是为了钱 他把炒股失败的原因归根于富豪对股市的操纵 因此就算杀了六个人他也没有丝毫罪恶感 就在这时男主突然脸色大变 指着楼下说不尊重生命的人没有资格活着 他命令老板从这里跳下去 话音刚落男主的瞳孔就发出了一道诡异的蓝光 与此同时老板的眼睛也产生了同样的改变 下一秒老板就听话的朝栏杆走了过去 嘟嘟丸见状大惊失色 然而无论他说什么两人仿佛都在梦游 就在老板纵身一跃时嘟嘟丸冲了过去 此时男主也在一阵剧烈的头痛中猛然惊醒 知道事情又被自己搞砸了 他后悔不该相信嘟嘟丸 否则也不会再一次把犯人逼上了绝路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老板居然还活着 可嘟嘟丸这个傻瓜怎么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罪犯 还没等他想明白那两人就同时坠下了高楼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男主抛出绳索就吓了两人 正在楼下吃瓜的局输健壮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事后男主向嘟嘟丸一五一时坦白了他的缺陷 然而就在刚刚 嘟嘟丸却成功制止了他的行为 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逮捕到活的罪犯 因此男主认为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正如笨蛋嘟嘟丸需要个军师一样 他也需要能让他悬崖乱马的嘟嘟丸 于是从今天起 两人就成为了最佳搭档 自打男主重出江湖之后 每天都期待着嘟嘟丸给他带来新的任务 要知道当年他可是世界顶级侦探学校部的高材生 早在毕业前就成功破获了多个历史悬案 因此被人誉为千年一线的天才神探 业界也对他寄予了无限的厚望 然而就在一次上实习课的时候 男主负责追捕的犯人竟全都死于非命 在没有找到凶手的情况下 校方认为男主的嫌疑最大 不仅一脚将其踢出校门 还剥夺了他考取侦探执照的资格 而没有侦探执照也就意味着 男主无法参与任何案件的调查 一旦违反规定就会被不处以畸形 因此从现在开始只能由嘟嘟完出面当侦探 而男主则负责在背后操纵他 准确地说嘟嘟完就是他的傀儡 嘟嘟完文言后也是无了个大理 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再说这要怎么操作 男主表示一旦案件发生 他就会隐瞒身份跟嘟嘟完一起跑现场 然后在低调的案中指导他 嘟嘟完有点猛逼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打电话沟通岂不是更方便 可男主却说他想亲自带着静意去见识者 嘟嘟完还想再说点什么男主却不耐烦了 让他在带来新案件之前都不要来烦自己 其实嘟嘟完也很委屈 他在警局里就是个小透明 与工科长怎么可能把大案要安排给他 因此他只能接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 别人都嘲讽他是警局的垃圾桶 就像今天 连存钱罐里的钱便少这种小事也推给他去调查 按理说这不该是调查一刻负责的案子 却不知是哪里出错最后到了嘟嘟完的手里 施主还强调绝对不可能是被偷走的 男主一听就来了精神 结果仅用了两秒半就从脚趾头捂装到了牙齿 嘟嘟完对此感到十分疑惑 一个屁大的案子至于如此隆重吗 很快两人就搭乘新干线来到了事发现场 施主是个短发少女 跟姐姐一起居住在这所房子里 此时一个粉色的大号行李箱引起了男主的注意 少女解释说这是姐姐的行李 她昨天早上刚从老家回来 此时并不在家 嘟嘟完让少女先把存钱罐拿出来看看 原来这可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存钱罐 因保险系数极高 大家都叫她铁壁小猪 存钱口的内侧设有单向开启的隔片 因此要从中掏出硬币只能将存钱罐打破 而少女则是在昨天下午突然发现小猪变轻了 可摆放在家里的手势却没被拿走 在此之前她还常常接到奇怪的电话 接通后另一头的人却一言不发 因为害怕导致她每次出门前都会用心地关上门窗 听到这里男主干脆利落地躺平认输 从密闭的空间里偷走小猪肚子里的硬币 在她看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犯罪 就在这时少女的姐姐回来了 姐姐说她是前天回的老家 由于事情太多就在那流宿了一晚 直到昨天早上才回到这里 她认为妹妹发现小猪变轻纯属错觉 眼看事情陷入僵局 男主建议停止调查 但妹妹却说小猪原本跟金属首饰盒一样种 现在却轻了一半还不止 所以她绝对不可能弄错 然而男主等的就是这句话 她建议砸开存钱罐一探究竟 随着清脆的炸裂声真相也渐渐浮出了表面 妹妹发现硬币的数量明显变少 就在她准备仔细数数时 男主却阻止了她的行为 并让嘟嘟完立即将硬币送去鉴定课提取指纹 完事后再来找她会合 直到傍晚指纹才采集完毕 结果跟男主预想的一样 所有硬币上都只有姐姐一个人的指纹 然而让嘟嘟完更奇怪的是 男主为什么会让她来这个鸟不拉屎的河边会合 原来这里正是羽工客长亲自督办的命案现场 调查组正在对试者做例行检查 可男主却一副自然熟的样子走了进去 嘟嘟完生怕羽工发飙 立马解释她是自己的朋友 然而男主接下来的骚操作 差点没把嘟嘟完吓尿 他对羽工说嘟嘟完将会独自侦破这起杀人案件 羽工沉默了两秒半之后答应了 但如果最终无法让他满意的话 就会马上开除嘟嘟完 结果还没等嘟嘟完反应过来 男主表示他已经找齐了线索 接下来就是嘟嘟完表演的时间 他先把所有人召集到了河边 表示首先要说明的是存钱罐事件 羽工科长一听立马打断了他的讲述 说这种小case不归我们调查一客观 结果这副不屑的表情瞬间让男主火大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矛盾 嘟嘟完决定不管不顾继续往下陈述 说鉴定刻在硬币上并没有采集到妹妹的指纹 姐妹俩文言后也大吃一惊 从完好的存钱罐中只偷走妹妹的硬币 不管怎么想这都是天方夜谭的事 然而这题男主会 于是便示意嘟嘟完拿出一件物品 这是他在旁边杂货店买的同款存钱罐 出于惯性思维 大家通常只会思考硬币是如何被取出来的 而在这起案件中 犯人实际上只是玩了个调包游戏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是隐瞒存钱罐被打破的事实 为了以假乱真当然还得放入一些硬币 所以硬币上才没有找到妹妹的指纹 因此犯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姐姐 就在姐姐辩解自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实 嘟嘟完又说出了他的惊天秘密 姐姐之所以要隐瞒打破存钱罐的事 是因为他杀了旁边躺着的这个男人 原来姐姐从老家回来时 刚好跟潜伏在家门口的跟踪狂打了个照面 也就是那个打无声电话的人 惊恐的他连忙跑进了客厅 不料对方竟也跟了进来 为了自保姐姐顺手拿起了桌上的小猪 下一秒就将跟踪狂的脑袋砸开了花 为了掩盖事实 他去杂货店买了个新的小猪 可硬币全都溅到了穴子 于是又放了些新的进去 所以硬币上才留下了姐姐一个人的指纹 最后他又把尸体装进粉色行李箱里 然后再运到此处 而男主破案的关键就是那个行李箱 通常来说 回老家睡一晚的人根本没必要带这么多行李 因此敏锐的男主在刚进门时就怀疑上了姐姐 真相败露后姐姐只好承认了他就是凶手 羽工客长表示 虽然跟踪狂实施犯罪在先 但遗弃尸体也是不折不扣的犯罪 就在这时男主的老毛病又犯了 指着河水的方向说杀人犯没有资格活着 他命令姐姐现在就去投河自尽 嘟嘟完文言后大吃一惊 随即立马控制住了男主的身体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 此时姐姐的双眼跟男主一样发出了蓝光 就像是接到了某种指令式的疯狂朝河边冲了过去 即便是力大无穷的羽工客长也没能阻止 就在河水没过姐姐的瞬间嘟嘟完赶到了 一头扎进盒里将他救了起来 与此同时男主也恢复了理智 随后与公客长宣布了调查结果 鉴定客从死者的头发中找到了存钱罐的碎片 并且在姐妹俩家采集到了他的血液和指纹 所有证据都跟姐姐的供述完全一致 如果法官能认定姐姐属于正当防卫的话 那么一气尸体罪也许能获得减刑处理 嘟嘟完文言后松了一口气 可接下来与公客长话锋一转 表示必须要追究嘟嘟完和男主擅自介入调查 擅自闯入禁区以及威胁嫌疑人的事 因此他命令嘟嘟完立刻供出男主的名字 嘟嘟完吓得满头大汗 可他也不敢实话实说呀 否则违反规定的男主还不得被播出一击行呀 于是便临时编了个鸭夫的名字应付了事 然而这么明显的谎话与公客长居然也信了 今天可是嘟嘟完最有成就感的一天 于是便兴冲冲地去找男主报告 然而刚进门又被男主的满腔热血给吓到了 嘟嘟完实在是无法理解 世界上怎么会有男主这种人的存在 任性独断不说破案欲望还强烈到病态 尽管总想着下次绝对不要再跟他合作 但又无法不被他的天赋和才华折服 况且对方还是第一个表扬他的人 夸他虽然是傻瓜但办事极有效率 于是嘟嘟完也开始期待接到下一个男姐的谜案 殊不知男主的一举一动已经被人报告给了不学校 校长怀疑他在违规查案 教官们对此也持有不同态度 便装教官认为这对于一案的侦破而言是件好事 而其他教官则担心他会重蹈覆辙制造悲剧 校长表示不身为世界顶尖的侦探学校 绝不能容许邪恶掩盖正义 更无法容忍杀人侦探的存在 因此为了查明真相 他下达了调查男主的命令 男主是侦探学校史上最优秀的矿式器材 在他面前就没有解不开的谜团 可在他立志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侦探时 却突然被学校扫地出门 还剥夺了他从事案件调查的资格 只因他患上了一种怪病 并成功破获了极其难解的一案 可这一切却被有新人举报给了校长 然而男主到底有没有私下查案 为了公平起见 校长决定先查明情报的真实性 话音刚落一个紫毛就站了出来 毛遂自荐接手调查男主的任务 校长欣然同意 但又再次提醒对方 此次行动要绝对保密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男主本人接触 一旦发现情报属实 必须立刻向校长汇报 绝不能给男主任何逃跑的机会 然而男主对此却一无所知 因为商场最近有打折抽奖的活动 他此时正在大肆采购猫粮和玩具 当然这次也是由嘟嘟丸负责买单 结账后店员小姐赠送了一张抽奖券 通常来说中奖率几乎是微乎其微 可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 男主只是轻轻一摇进抽到了头等奖 奖品是红染温泉的情侣套票 开朗的老板立马恭喜这对小情侣 两人明天就可以踏上幸福的蜜月旅行 嘟嘟丸和男主瞬间猛逼 搞什么飞机 我们可是正经直男 男主立马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法 他决定自己一个人去两次 老板却说日程只有一天 况且今天还有人抽中了二等奖 奖品是单人温泉旅行 为了不耽误人家的行程 如果他们不能参加的话就当放弃处理 这未免也太可惜了吧 于是两人只好硬着头皮报了名 然而这一切都被一旁的紫毛听到了 第二天 两人踏上了温泉旅行 刚上车司机就热心地给他们介绍主管的由来 原来红染温泉是因枫叶倒映在水中 把温泉染成了红色而得名 然而男主却说他们要去的并非主管 而是别管 司机闻言后脸色大变 把两人带到目的地后慌忙离开 更怕见到鬼似的 就说头灯讲怎么那么好重 眼前的房子像是被台风席卷过的废墟 看起来跟鬼屋没什么区别 然而就在两人以为这里没人时 两位热情的服务员走了出来 随即紫毛假扮成管家出现了 对男主和嘟嘟玩刑警的到来表示了欢迎 嘟嘟玩差点惊掉了下巴 他不明白对方是如何知道他的职业 紫毛说其实也很简单 他是从嘟嘟玩磨损严重的皮鞋推算出来的 毕竟常常穿着皮鞋奔跑的只有刑警 男主却让嘟嘟玩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鬼话 记者不也是穿着皮鞋奔跑 很显然紫毛已经提前看过两人登记的资料 办好入住手续后 紫毛提醒两人晚餐时间是七点 因为今天还有另外的三组客人 所以他们最好不要晚饭 两人放下行李后就直奔温泉 嘟嘟玩直呼好爽 他没想到破破烂烂的别馆竟有着如此美景 要是温泉被染成红色就更有气氛了 男主却说红染别馆的由来并非司机说的那么美好 由于这里的地势落差过大 雨季时河水会形成急流引发水灾 以前的村民以为这是老天的惩罚 于是每年都会将一名少女当成祭品献给河神 但在那之后的几天里 附近的河流和温泉都会变成红色 嘟嘟玩听完后只觉得毛骨悚然 不过他更好奇男主脖子上的刺青代表着什么 男主却说这其实是一个伤疤 看起来像是个数字6 这也是他的幸运数字 所以他非但不介意还很喜欢 很快便到了晚饭时间 其他三位客人也陆续来到了餐厅 期待了半天 服务员却端上了一盘软啪啪的黑暗料理 看起来像个怪异的史莱姆 成功劝退了嘟嘟玩的食欲 原来这是男主点的黑糖蜂蜜蛋包饭 因为他每天都要靠黑糖蜂蜜补充脑力 临桌的客人就不一样了 人家刺身火锅应有尽有 趁着还有一组客人没到 男主决定就是现在 他要实现愿望清单中的一项 那就是在温泉旅馆玩大富翁 五个人刚刚好 遇上这种猪队友嘟嘟玩也是醉了 赶紧跟正在用餐的客人道歉 回房后男主找到了一幅古画 上面描绘的正是少女成为祭品的画面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传说的真实性 除此之外他还找到了两副乒乓球拍 既然不能玩大富翁那就来场有一赛 规则也很简单 输的人要当赢家一辈子的奴隶 要怪就怪男主这该死的胜负心 一击就把球打到了破窗外的谁里 因为没有备用的球 两个傻子只好跑出去捡 结果人都快冻死了却没找到球 为了取暖只好又泡起了温泉 然而还没等两人缓过神爱 一个不该出现的人却突然闯了进来 羽公客长穿着皇帝的新衣站在了两人面前 原来他就是那个中了二等奖的信任 慌忙之中误入了男子温泉 就在羽公客长极力转移尴尬时 邻桌的夫妇发生了争执 羽公客长趁机开溜 好在夫妇俩很快又恢复了理智 太太打算先回房冷静一下 餐厅里此时只剩下了四个客人 男主开始种草他的大富翁 显然今天不实现愿望的话 他肯定睡不着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于是大家就投入的玩了起来 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四个小时 直到凌晨两点众人才散场 第二天一早 随着一声淒厉的惊叫 一个脸色惨白的短发女子 从浴室里冲了出来 羽公健壮立马表明了刑警身份 问他是否需要帮忙 原来女子是酒店的清洁工 正当他准备打扫女浴室时 不料尽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一幕 三人闻言后迅速冲进了现场 落满了红叶的温泉中镜 漂浮着一具女尸 而死者正是昨晚跟丈夫吵架的太太 先生闻讯感到后悲痛欲绝 他无法接受眼前这残酷的事实 可老婆夜不归宿 他是怎么做到没发现的 阿峰也猛逼了 根据施江的程度 羽公推测死亡时间应该是零点到两点之间 结果还没等他说完男主已经跳进了水里 羽公也是无了个大雨 这可是命案现场 岂是你一个老百姓能随随便便出入的 男主却不管不顾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外伤的痕迹 这种情况在命案中极为少见 短发女生也发现了蹊跷 昨晚浴池中并没有这些红色的枫叶 对此他联想到了那个可怕的传说 难不成太太是被人当成了送给龙神的祭品 男主文言后笑了 虽然这种说法很有戏剧性 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为了避嫌插手办案 临走前男主表示他只是说出了嘟嘟丸的推测 嘟嘟丸也很配合地点头 接着开始询问前台小姐 旅馆在事发时段有没有发生异常的事 前台表示他们是轮班制 因为是小旅馆 零点过后只留一个人上夜班 昨晚当职的人是子毛 子毛表示当时他一直在大厅 因此看到了所有人的活动 昨晚比死者更早回房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羽工课长 而其他人整晚都在大堂玩大富翁 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 短发少女和先生都肯定了子毛的说法 就在羽工快要成为众矢之地时 男主站出来否定了羽工的嫌疑 只因他已经找到了关键的线索 犯人是在场的另一个人 文言后先生情绪激动 明明作案时间里只有羽工一个人不在场 再说他怎么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男主表示尽管羽工无法自证 但他有证据证明羽工并不是凶手 子毛文言后简直笑开了花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可男主岂是区区子毛能套路的人 最后又补了一句 以上所说都是来自刑警嘟嘟玩的判断 子毛的如意算盘顿时打了个水漂 也把毫无心理准备的嘟嘟玩给吓了一条 立马暗示男主不要胡说八道 可男主非但没收敛 还说嘟嘟玩已经找齐了所有线索 而解密的关键就是那幅古话 文言后羽工一脸猛逼 他完全听不懂男主在说什么 嘟嘟玩突然想起羽工昨天是从车站走过来的 原来羽工因为出发时间太晚 他到达车站时计程车已经下班了 而写着别管传说的宣传页 唯有司机自己做的一章 所以羽工不可能知道少女陷阱的事 既然如此 他根本无法布置出跟古话一模一样的场景 因此凶手不可能是羽工 嘟嘟玩顿时被男主的完美推理折服 服务员对此也表示赞同 因为这个传说过于恐怖 为了不影响入住率 他们从来不会主动告诉客人 看到先生也认可了男主的推理 羽工总算松了一口气 十分不情愿地向嘟嘟玩表示了感谢 由于他暂时无法摆脱嫌疑 因此不能参与侦破工作 所以这起案件只能交给嘟嘟玩负责 嘟嘟玩文言后受宠若惊 表示绝不会辜负客长的期望 然而还是他自作多情了 羽工对他从来都不曾抱有过期望 只是在场的刑警只有嘟嘟玩一个 他没得选罢了 既然凶手不是羽工 昨天其他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据 难不成凶案是阿飘干的 短发少女却说不排除这种可能 因为昨天散场后回房的途中 他曾无意间望向窗外的河流 竟发现水面上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白雾 形状如同传说中的魂魄一般 然而男主此时却没在听 只因他发现了从上游冲下来的乒乓球 昨晚为了找到他两人差点没被冻死 他准备找个东西把球打捞起来 此时旁边的一块脚垫引起了他的注意 就在这时当地警察赶到了现场 接手案件后便让众人回房等消息 紫毛尾随男主进了隔壁的房间 他打算靠窃听获取男主侦查的证据 两个半小时后嘟嘟完回来了 警察已经以太太突发心肌梗塞结束了调查 因为他们通过先生证实了太太的确有心脏病 前不久还因为发病被送去医院急救 嘟嘟完正准备告诉男主事件结果 眼看紫毛九等的震惊剧情马上就要开始 男主却一记老拳砸在了窃听器的墙面 差点没把紫毛的耳膜给炸成麻花 于是接下来的内容他是一个字都没听到 根据验尸官的调查结果 太太是因为室内外温差引起了热休克 最终导致了心肌梗塞发作 男主对此却毫不意外 既然案件的最后一块拼图已经找到 接下来该轮到嘟嘟完出场了 众人再一次被召集到了案发现场 嘟嘟完表示他已经取得了当地警方的授权 全权侦破太太死亡的案件 这也就意味着太太的死亡并不是意外 而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案件 凶手正是死者的丈夫 先生文言后立马辩解他没有作案动机 毕竟他跟太太如此相爱 并且事发当时他正跟大家一起玩大富翁 完全没有作案时间 嘟嘟完文言后立马戳穿 先生就是为了制造不在场的证据 才精心设计了一个如此高明的陷阱 他十分清楚太太的心脏不好 还是个高度近视 因此先利用脚垫挡住了浴池入口 凭空制造出一个地洞陷阱 太太显然不会带着眼睛去泡澡 因此视线模糊的他并没有发现异常 刚进门就踩了个空 直接栽进了泡澡池里 短发少女认为温泉的水温不过三四十度 即便如此也不至于造成热羞可死亡 然而嘟嘟完却说池子里是接近零度的冰水 众人都觉得他的脑子肯定是锈豆了 这可是天然的温泉啊 怎么可能流得出冰水 紧接着男主拿出了一件物品 先生见状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原来这是旅馆用于输水的水槽 红染温泉地貌特殊 浴池旁边有一条具有高低落差的河流 凶手正式利用了这两条水槽 先把上流的冷水引入浴池 再把温泉的热水引入河流 硬生生把原本的温水池变成了冰水池 但同时也将被大雨冲进河水的枫叶引入了浴池 因为难以清理 为了掩盖罪行 凶手干脆模仿古画的画面 把现场伪装成传说中的陷阱 又手动撒下了大量落叶 让池水的颜色看起来更接近于血色 而昨天短发少女看到的灵异事件 正是温泉水流入冰河时产生的水蒸汽 先生听完后破防了 大喊着他一个代把的怎么可能进入女浴室 然而这就是男主解密的突破点 先生在晚饭时偷听到男主和嘟嘟丸的对话 知道他们要去打乒乓球 客人中除了他自己就只有这两个男人 因此暂时不会有人进入男子温泉 于是他迅速对掉了浴室的门帘 目的是将女客引进男浴室 这样一来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实施计划 羽公正是因为如此才走错了门 然而让先生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主和嘟嘟丸在他更换门帘前就抛上了走 所以才跟羽公来了个混合三打 先生死鸭子嘴硬非要二人拿证据说话 嘟嘟丸表示只要查一下女浴室门帘的竹竿 一切将水落石出 毕竟那里不可能出现男人的指纹 先生听完后直接跪下喊爸爸 可短发女子破口而出的一句话又震惊了众人 原来他跟先生竟是搞破鞋的关系 男人为了讨好情人才对妻子痛下杀手 警察带走凶手后男主也不见了踪影 嘟嘟丸喊了半天却喊出了一个子毛 子毛此时索性也不装了 自我介绍他是学校派来的卧底教官 负责搜集男主私自查案的证据 刚才就是他把男主迷婚又绑到了树林里 男主也是万万没想到 现如今的教官素质净差到这种地步 其实在超市抽奖时他就注意到了子毛 只是没想到这技巧拙劣的衰仔居然是教官 再说这次破案的功臣分明是嘟嘟丸 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然而人家子毛也不是真的傻 早就看穿了嘟嘟丸纯属笨蛋 不可能做得出如此完美的推理 男主清楚自己没给子毛留下任何把柄 证据是不可能有证据的 于是子毛开始威逼利诱 表示如果男主肯老实交代 他会跟校方争取宽大处理 男主文言后笑了 你区区一个教官哪来这么大的权限 同时他也发现了子毛的异常 因为如果只是监视的话 为了防止一犯逃跑 监视者绝对不会给对方留下印象的机会 因此不可能跟本人直接接触 更何况子毛还假扮成旅馆的工作人员 跟监视对象频繁互动 这些侦探界的大姐 身为教官的子毛却是一个都没拉下 男主推测他这么做的理由无非只有两个 不是被人威胁就是子毛需要自己的帮助 绳索割断的同时子毛也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他的确需要男主助他一臂之力 因此这几天都在试探男主的实力 子毛一直都明白自己不具备推理的天赋 根本不是当侦探的料 因此靠苦练跟踪技术才得以成为教官 然而他无论如何都要进入侦探学校的理由 是因为他需要一名优秀的侦探 解开家人的失踪之谜 可迄今为止所有人都对他说 能解密此事的世间唯有男主一人 于是他便抓住了这次调查的机会 见到真神后 他更确信男主就是自己苦苦找寻的人 不料男主文言后竟果断拒绝 毕竟子毛究竟什么来头 到底是不是真的教官谁都不知道 尽管如此子毛还是在极力跪铁 表示他会立马报告校长 男主当侦探的传闻纯属假情报 除此之外他还会拼命协助男主搞业务 不 是协助嘟嘟玩刑警的工作 再不够的话 还有这件从旅馆顺来的寓衣 虽然有点就袭袭也能穿 看到子毛如此上导 嘟嘟玩却男主得饶人处且饶人 男主也顺势下了个台阶 毕竟多一个人更方便查案 更何况对方还是专业的追踪教官 子毛文言后嘴都快笑裂了 立马给嘟嘟玩送上了整套连环彩虹屁 然后用独特的退场方式跟两人告辞 可即便如此 男主还是觉得不该贸贸然相信子毛 万一子毛反水跟学校告发 那他就真的死定了 不过他相信嘟嘟玩的判断 既然嘟嘟玩认为子毛不是坏人 那就再观察几天看看 当然男主也有验证子毛的方法 那就是尽情地使唤他 嘟嘟玩很清楚男主实则是嘴硬心软的好人 他无法无视别人的请求 就像这次 要不是他出手与公很难洗清嫌疑 而男主却淡淡地说他只是做了分内的事